杏子轴 他是训练场上的一根筋 东北华勇不是怂啊 不服输 让他37岁 站上了奥运冠军的领奖牌 好让你想想你的对手是什么样 他会给你留余地吗 做教练 他坦言并不比当运动员更轻松 第一年 就是一下就上火了 中国杯花样滑冰大奖赛走进重庆 我们和奥运冠军 国家花样滑冰队总教练赵鸿博 摆摆龙门阵 必须有一天世界冠军 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在重新产生了 有时候要求运冠军 他有的是受不了的 总觉得打压力 我都已经很好了 你还要工作吗 你想想你的对手是什么样 他会给你留余地吗 说在练脏顶级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细讽在来的时候 你还在乎什么世界冠军 到时候就随到区域上就要很快 这次我们的专访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特殊 整个拍摄团队在正式采访前一天 全部做核酸检测并实施隔离 待检测结果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 我们才被允许接近这群国宝 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 是国际滑冰联盟主办的 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 六个分战赛中的一战 也是花样滑冰的世界顶级赛事 今年的中国杯 是国际滑冰本年度在中国举办的 一战赛事 也是疫情之后 重庆首次举办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现在呢就在 花样滑冰大奖赛的这个训练场 我看到了隋文静 韩聪 这样我们熟悉的花样滑冰的选手 然后呢我们的赵文波指导 就在赛场的那一面 现在正在对我们的队员进行指导 赵老师 老师 老师 老师好 我刚刚在场边看到您好 我给您打招呼呢 曾经赵洪博这个名字 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体育报道中 它是中国花滑运动的李腾飞 和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李峰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花样滑冰的创造历史的人物 深血赵洪博夫妇 可以说赵洪博所取得的成绩对于中国体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现在他的身份是国家花样滑冰队总教练 这是一个新的角色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他来说也意味着不小的挑战 那这个疫情之下的话 对咱们运动员的这个训练状态有没有什么影响 运动员很焦躁 所以我们要做很多的这种娱乐的 就是你比如说看看舞蹈啊 让他有很多事情去 然后这种事情是潜移魔化的去引导运动员 要跳出训练的这种枯燥和乏味 其实比赛对于运动员的这个状态和他自己找一些差距 找一些不足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疫情以来咱们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比赛都取消了 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有没有影响 赛事级别可能都有取消 那是我们自己队内要搞 而且要换着花样去搞 把那个大姐和阿姨都请来 然后餐厅的师傅也请来 看我们运动员比赛 然后拿着这个现场的拿着那个什么拉拉棒啊 什么要助威的 然后我们有别的队伍 把别的队伍也请来 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今天我们运博士有幸的请到了 刚刚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本届冬奥会首枚金牌的 花样滑冰的冰上抗力 深血和赵宏博 当开玩笑的我俩也说过 说以后要是咱俩以后真要是能拿到奥运冠军 就天天翘着二郎回家想回事 就是开玩笑 2010年 在拿到奥运冠军选择退役之后 赵宏博并没有如他们之前想象的那样彻底轻松 2013年 他出任国家队双人华教练 2017年 赵宏博又从自己曾经的教练姚斌身上接过重任 成为花华国家队总教头 而这个角色的转变 被媒体评价为 是一场临危寿命 那个时候为什么又选择回到了国家队做教练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 那领导让我们去做 那我们就选择吧 就去培养 但是做第一年 就是一下就上火了 知道让教练员不是很轻松的事情 姚老师也提到了说 那时候花华人才储备不足 在您的时候您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大家会觉得说都两单人了 咱们还是不足 俄罗斯呢 它在传统上它非常强 四个项目都有世界冠军的奥运和 尤其在双上华当中 它统治了46年的奥运和冠军 这都是前苏联和俄罗斯 然后中国呢 中国人是抽冷了拿了一个 他们起步太早了 咱们起步就太晚了 对 它有自己的花华名 双上华学校 现在这个体系 现在还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这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我听说这个优秀的运动员 推移下来做教练都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看到那个队员在场上 做得不好的时候 都会恨不得自己上 我也经常上啊 你有这样的时候 对啊 运动员总说 他说男伴 说一段对 我说那行 我上去做 我做就做出来了 我说你就为什么做不出来呢 就很着急 那你就所以就练得少 我今天在场边观察您 我发现就是您在场边 基本没笑 您是那种就比较严厉型的 还是温和型的 还可以吧 就是有的时候会更严厉一些 对 严厉又会慢吗 很少骂 有的时候这个 唯一是在训练的场上竖起来的 不是做出来的 姚老师他相对于是把咱们中国花样滑冰 从一个零起点吧 推到了你们 推到了最高点 肯定会有人拿你们两代教练来做比较 您愿意别人拿这样来比吗 可以比 姚老师他有姚老师的时代 就是为了中国的这个零起步 那么让我来接这个队伍的时候 我也是一定要把我的学生培养出事业冠军和奥军军 这是教练员的指头 我们两个人这个时代不同 但是责任是相同的 你当教练就是要培养出事业冠军和奥军军 这是才算你是一个优秀的教练员 我说教练员 我是不是优秀教练 因为这你还算合格 这是姚老师给您的评价 2022年 冰雪项目的盛会冬奥会将在北京举行 乘着2015年深奥成功的东风 中国北冰南展 西阔东径的冰雪运动发展战略再次升温 2019 2021年 连续两届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 走进重庆奏响了一曲冰与火之歌 去年咱们的中国杯是放在重庆的 今年又是放在重庆 为什么连续两年会选择放在重庆呢 北冰南展 东京西阔 南展我们在重庆 从去年来的时候 我们也就感觉到这边的热情 包括饮食 文化 包括这个城市 让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包括后期的赛后之后 冰迷的访问 感觉到非常成功地举办了 这个一次中国杯 聚在很多的关注点和粉丝 那你今年搞了 明年走了 再过两年再搞了 可能大家这个热度就会有 把这个赛事 现在慢慢过渡到这个常态化 就是过渡到老百姓的生活 看到举赛事 看到娱乐节目 所以搞一个一年 我觉得太短 两年 明年再搞也很好 您希望这样的项目落地 在重庆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或者影响 这个2022年呢 它不是说东北的项目 而且是全国的 全国人的这个奥运会 我知道重庆主义局 现在也在有东西项目 而且有队伍 任何的项目到一个地方 做了展示之后和赛事 那我希望呢 因为我叫这个 我希望它落地 能在当地挖掘出 很多这个牌子 它可以感受音乐 感受舞蹈 感受这个平衡感 在冰上很多很多 那它就勇气 它就喜欢这样的项目 也许有一天 这个世界冠军 花样花样 这个世界冠军 就在重庆看